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电视上跟大家放这段视频 这是刚刚发生的 但是人们听起来比较突然 中共陆军的司令 率领整个中共军队的代表团 接受俄罗斯陆军司令的邀请 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 来讨论两国陆军的合作项目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消息 这个消息本身出来的比较突然 因为在最近有关乌俄战争的过程中 乌克兰就是初期骑兵 结果突袭了俄罗斯的另外的地方 就避开了它现在战争的锋芒的一段 进入了这个俄罗斯境内 说什么的都有 说句实在话 说什么都有 说的最玄乎的就是乌克兰军队距离这个莫斯科只剩35公里了 只剩35公里 北京城打到小汤山了 连小汤山都进来了 就是那个距离的本身 真假我们就放一边了 那它占领土地最多的时候呢 大概1000平方公里 后来相应的消息就没了 在一开始突然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时候 在网络上传递的消息比较多 后来就 后来确实就没有了 那这件事情就是从媒体的报道 报道的角度来讲 从轰动的效果的角度来讲 大多都是 来自于西方 大多都是打击俄罗斯的 而俄罗斯并没有看到 我们在俄罗斯的媒体当中 没有看到更多的 它承认那个地区进入了 被这个乌克兰人 乌克兰军队进入了 但是你说它一定有多少呢 好像没有 并没有说表现出怎么样 这是这个大的背景 但是俄罗斯应该破天荒地遭到了乌克兰的进攻 这是真的 所以在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它就是陆路上的一种沟通 而俄罗斯在有关这场战争本身上呢 耗掉 就是消耗掉它大量的国力 这是事实 而另外呢 在北约认为OK的情况下 其实北约以它自己的方式在直接介入这场战争 这是我们 它直接介入战争的当时的出现的一个变化内容 是在有关北溪输油管道 北溪输油管道最终被查获 谁炸的呢 乌克兰炸 就跟我们当初一开始讲的故事差不多 那乌克兰炸 乌克兰参与炸 那包括波兰参与炸 美国人不承认 你不否认不承认 是不是有这样的出现 而炸掉北 当初战争初期 炸掉北溪输油管道 直接受到巨大伤害的是德国 所以德国在确认这件消息之后 德国总理宣布呢 撤销对乌克兰的所有的军事援助 所有的资助全都撤销 那你知道 你让他赔了很多钱 而本身呢 直接伤害了德国国家利益 而却没有跟德国打成招呼 这就是当时的故事 所以在有关乌克兰战场 在这个俄罗斯战场上获胜消息 刚刚起来不久 结果就这件事情就插进来 一下就 后来的消息就没有听才多 那在我们的眼睛里 我们很少报这种故事 就是在我眼睛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你让涛哥一句话说白了的话 整个摩西文明 欧洲的文明将自我衰败 就这么回事 没有了 以后就衰败了 是他们自己的衰败的过程 欧洲整个自身衰败的过程 因为他表现出是他们等同宗教背景之下 出现了对立的场面 这是一个显然意见的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而众所周知中共去支持俄罗斯 在这么个背景之下 结果突然陆军司总司令造访俄罗斯 这不是明摆着就要 难道中共的军队要出兵 直接出兵进入 去保卫俄罗斯吗 如果这么看的话 说不好 这个事说不好 真说不好 因为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就是陆军 而在被抓捕的很多俄罗斯的军官 这个士兵当中呢 在宣传承问很多都是孩子 也就是说俄罗斯没有兵员了 他一般是这么说的 那如果中共的军队借助这个环境的话 把实际的军 就是真的进入实战状态 以这种 以俄罗斯结成这个血跃 就是血跃的联盟 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大可能 但是呢 他出现了 而出现的同时是这个李强 李强在莫斯科受到了顶级的待遇 普京给予他顶级的待遇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令人感慨 很令人感慨的故事 而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共上层的顶级官员 都在最近造访了美国 造访了俄罗斯 造访了这个普京 不是一个人 所以包括国务院的人 包括国务委员 包括发改委 包括军人 包括李强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层面 国家政府总理 那国家军队 都跟俄罗斯有着直接了当的一种焦虑 而且都是主动去了俄罗斯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什么环境的发生 是否意味着将出现很大的变化 其实在习近平出现中风的传说之后 在提到张有霞的故事之后 张有霞现在一直没露面 大家要小心 张有霞在20号 习近平见奥运的这帮人 这些人的时候 张有霞没露面 何卫峰露面 是军委第二副主席露面 那是不对的 那如果张有霞真的是主政 在这个背景之下 陆军司令去了俄罗斯 干嘛 呀干嘛 所以忠心就在那里头 那忠心在那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背景故事 就是真正掌握兵权跟实权的问题 在习近平身体出状况 权力如何进行交接 在1979年 邓小平发动了自越反击战 打越南 在后来几乎所有军队 包括总参的什么情报处的处长 这些没有任何人理解 明白为什么要去打越南 为什么要跟越南打一仗 没搞明白 但跟越南这一仗打完之后的 唯一的改变 就是邓小平成为了军委主席 邓小平成为了军委主席 然后拿下了华国锋 这个胡耀邦成为了这个总书记 然后这个赵子洋成为了总理 他改成整个肩价结构是这个 当时可能是李先念挂名国家主席 所以越南战打越南 是邓小平夺兵权 夺实权夺兵权 掌控了未来的一切 这是没错的 影响了美国 影响了中共国的后来的三十年 那在这种军 就是权力交接的过程中 在习近平身体 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 如果真的现在是军委在 就是张有霞在掌控一切的话 发动战争 借助战争 掌握军队实权 是非常有可能 因为只有真正的针锹 就是真刀真枪去死人 士兵要死人 才可以 那战争是不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爆发呢 不是 我个人觉得不是 而是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有限战争 对台湾发动的有限战争 在几个预言里面都提到 在九十月份 中国可能会出现战争 比格斯说过这个 比格斯的请来的客人说过这个 哈密尔尊帕克也说过这个 但是呢 在我们眼睛里看 就是习近平不可能发动战争 但是 反过来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状况 今天掌控军队 就是今天要掌控实权的人 在这种权力不能够完全稳定的背景之下 去对台湾发动有限战争 对越南当时就叫有限战争 是来真正 它的目标在国内 而不是对台湾发动战争 是非常可以做到的 这是真的 所以这就代表着 表面看起来 中共军队游手动作 实际代表中共境内 权力竞争的 达到了一个 达到了一个要落到实处之处 这是我们个人的说法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内容 那有关陆军 有关 俄国媒体称陆军司令 在莫斯科讨论两国的军事合作 其实我查俄罗斯的媒体 我没有查到它 它其实蛮低调的 这里面就讲说整个背景 李乔明 这是陆军司令 应俄罗斯陆军总司令邀请 进行工作访问 那里面提到说 双方讨论军事合作议题 但没有提到具体事情 没有谈到具体内容 塔斯社 俄罗斯国防部讲说 会谈内容是加强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 全球军事动态不断变化中的战略重要性 所以这是他讲很轮廓很轮廓了 在会面之前 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国务委员等副国际官员都前往莫斯科 进行会谈 而李强现在正在莫斯科会见普京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 那国务院跟军人直接完全跟俄罗斯介入的话 达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与俄罗斯的全面合作 包括军事上的合作 陆军的合作 来换取俄罗斯 对中共国打击 就攻打台湾 进行有限的合作 一种保证 那如果这种保证如果提出来的话 也就是海军空军 是在东部台湾战场 就是台湾的这个水域附近 那中共国的陆军 在帮助他的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附近 也就是说 这道理蛮简单的 如果俄军抽出部分力量 去支持 去支持 这个攻打台湾的话 那中共军队 在西部的地区的中共军队 一定支持俄罗斯 在帮助俄罗斯守住他的 这个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非常这是make sense的 那这种合作的话 就促成了俄罗斯跟中共国完全是一体的 因为一旦军事上是这样 等同一个消息 这都是刚刚发生的 等同一个消息是 英国的金融时报 台湾最高级别的安全官员访问 秘密访问美国 那这个故事呢 这种秘密访问美国呢 不是现在就有的 这个渠道一直是有的 是台湾中华民国最高级别的国内 就是情报官员 以及他的外交部长 来到华盛顿DC 他不进入哥伦比亚特区境内 是在华盛顿大华盛顿DC附近 与美国高官 相应的高官 进行非正式的秘密会谈 来相互来勾竊之间的这种 这种打通之间的这种 互通有无的这种成分 那这个消息是等同出来 那有关台湾 对台湾的援助 和台湾安全的一切 自然就在其中 这是很正常的 中共国跟俄罗斯当陆军之间的变动 自然会引起台湾本身的注意 而美国军队 美国的海外力量 大部分现在在中东 有一个说法 他三分之二的海军力量 海外力量都在中东 来监视以色列 可能会攻打伊朗 或者以色列在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 换句话说 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 就是台湾 就是中共国攻击台湾的事件 而他的中共国的陆军 去帮助俄罗斯 守住他的路上的边界 去打击乌克兰 那第三次大战就爆发了 你如果这么打的话 这罗圈尔亚就打在一起了 而各自都未有 有着自己的目的 那中共军队 有没有可能出这 那要看习近平 习近平个人的状况 习近平个人真的是有问题 现在真的是替身在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掌握实权的军人 发动有限的军事的行动 获取兵权 然后顺理成章的替下习近平 就像华国风筝 那就不是一个笑话了 也不是猜测了 他们在落在实处了 在预言当中有这种类似说法 确实是他的预言的说法就是 在台湾发动有限战争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